亲爱的朋友大家好 今天呢是一个简易小占卜 欢迎又来到Catherine的频道 简易小占卜就是给大众一个 很简单的可能近一两个月 两三个月就是近期的一个能量的 总体的检测 然后有关工作情感 甚至学业家庭财务 就是我能讲的通通就用一张牌卡 很简单的去诉说去描述 然后给大家一个总体的一个参考 那就是呢 话不多说 眼前呢有四张牌 这是第一组 有点反光 然后这是第二组 这是第三组 然后最后最右边就是第四组 简易小占卜呢就是只讲一张牌 然后大概就是您最近的运势跟形态 然后给大家一个临时的建议 因为呢一般读者那个给我的那个feedback 你们给我的回馈 我需要那个为你们沾的那些 有特定主题的牌卡那些我需要比较花时间做 然后可能没有办法那么快 所以呢如果不想一直拖着又不想完全没有照顾到没有发问的那些朋友 所以我就只好做一个很简单的简易小占卜 然后用一张牌卡讲所有的能量哦 然后今天是用这个金轮塔罗 我很喜欢这一套金轮塔罗 他我觉得我用起来非常的顺 我觉得他的 他的状态能量非常好 我觉得啦 每一位占卜是他有他不同的偏好 跟他的样子 请各位就是按照自己的智慧去抉择 有一些朋友也问过我一些关于其他占卜师的问题 其实YouTube上面的大部分的占卜师都各自有各自的一套也都蛮厉害的 所以呢我不太会去公开去讲说这人怎样那人怎样 因为我觉得这样怪怪的 然后你有时候我在逛的时候 我要是觉得OK的 我也是会在上面给他留言 因为做得好的我还是会去赞同的 那就看大家怎么去看待了 因为这个纯粹就是娱乐跟参考 世间的一切都是幻化 有些时候不必太认真啊 有些事情你一旦太认真了你就纠结在里面 你一旦纠结在里面 某些程度上你就迷失在里面了 你一旦迷失在里面那里面的善恶正邪 对你来讲就都是伤害了 你一旦在那个game在这个很大的游戏里面清醒的话 这里面所有一切的善恶正邪只要在你的手中 在你的掌握之中任你怎么翻的话 他都还是在你的胸衣当中 在你的手掌中 就算你比他小 他比你大 你也知道你该怎么躲 这样就够了 还是自己心中的那一把尺是最重要的 其他的根本 嗯 世间上什么人都有 什么方法都有 嗯 认清自己 认清世界 清楚自己如何对应世界 是我们每一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 都必须面临的最大的功课 也是最困难的问题 我也是处于一个不断学习的状态当中 所以呢 嗯 就提供给大家参考了 我刚刚的那些话有点多 嗯 基本上呢 嗯 我还是用我自己的学养 我自己的知识体系 嗯 去看那些东西的 所以呢 嗯 我是有我自己的那个 嗯 知识系谱的 所以我也不会去在这些知识系谱里面讲什么好什么坏 反正人文科学就是这个样子 你要你爱怎么诠释 你就怎么诠释 嗯 你诠释完重点还是实不实用跟有不有用 那这个千差万别 每一个人的根基差别太大了 根本没有办法 根本没有办法去很仔细的划分跟讲清楚的 那至于是 那至于你要善恶正邪的二元对立吗 我是认为 有的时候有这个必要 但是有的时候呢 嗯 一旦这么必要了 反而又变得没有必要了 它太相对了 世界没有绝对 所以呢 大家就各自去听自己各自要的东西 嗯 其他的就 嗯 随风吧 一切都丢回虚空当中吧 我们本来也都来自空中 然后在空中 然后变成了 我们这些 然后我们在空中游戏在这个game里面玩 你一旦在这个game里面太执着了 你真的就输了 其他都别说了 好啦 我开始讲第一张牌咯 True of Source 就是 嗯 宝剑2 嗯 抽到宝剑2的这一张的朋友呢 嗯 您最近的状态啊 就是 呃 处于一个 呃 相当 呃 该怎么说呢 呃 嗯 相当僵局的状态吧 这一张 金伦塔罗的宝剑2 还是属于比较好的 大部分呃 传统伟特塔罗拍的宝剑2是一个人手中拿的两只宝剑 然后呢 他的眼睛是蒙住的 所以如果你现在你的能量是宝剑2的话 那你现在你就是一个僵局跟停滞的状态 呃 你的工作陷入僵局 然后跟别人发生对峙 表面上看起来很像没有什么问题 可是其实这并不好解决 嗯 您可能需要沉思一下哦 你看这个人嘛 这张塔罗牌的宝剑2还算是非常好的状况 他只是一个武士一个勇士 他知道他自己陷入了僵局 所以他在沉思看看他下一步应该要怎么走哦 嗯 可能你自己也没有办法去单独解决这个困境的 需要找一些人来进行协助跟调停哦 若是能够适度的放下武装才有可能去妥协 才有可能在你眼前的这些状态底下 嗯 去妥协 总之呢 你现在呢 的状态就是必须在争吵跟苦难当中去保持平衡 嗯 但是不能够逃避 因为逃避绝对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 当你放下内心那些 嗯 无所谓的坚持 你就可以看到你眼前展开的道路 总之 嗯 你现在必须沉思 然后放下武装 把那两把宝剑 其实这张牌的宝剑2是对的 嗯 抽到这张牌的宝剑2的听众朋友 因为他不是传统的韦特塔罗 所以这张图像已经 嗯 吉祥一些了 因为你已经懂得反省 懂得沉思 嗯 传统韦特塔罗的宝剑2是一个人眼睛蒙着的 两把剑是防卫性的 那你这个你至少你没有那么防卫 至少呢你懂得沉思 然后呢 嗯 他就是一个 嗯 还在 嗯 嗯 嗯 有一点坚持自己 嗯 嗯 的立场 但是又不知道该怎么把自己放到一个对的位置 所以有一个僵局的部分呢 嗯 嗯 嗯 这是你个人跟工作上面的情形就是这样 那如果说爱情的状况呢 爱情的状况呢 就是呢 这个感情已经陷入了 呃 一个冷战当中 两个人都是呃 各自坚持自己的立场是不可能去妥协的 嗯 如果您是爱情的话 那您最近就是跟爱人吵架了 嗯 也就是说你两个人的相处那种愉快的气氛已经没有办法感受到 而且说实在的已经不互相信任了 甚至也觉得没有能力去解决 然后 嗯 两人之间的信息引力还有那种性生活也就比较没有了 嗯 因为一直吵架嘛 嗯 就是 这个时候您就是要呃 冷静一点 基本上已经是冷战了 就是冷处理吧 嗯 这是呃 有伴侣的状态 那如果你是单身的话 呃 你现在的这个状态你很难发生性恋情的 因为 如果单身抽到保健二就代表说你现在你的防卫性很重 你根本没有办法接受新的对象来到你的身边 然后如果是要分手的人嘛 就是 嗯 现在要分手也是很难分 因为他也不会接受你的分手方式 你也不会接受他的分手方式 就是 嗯 嗯 现在如果分手的话就是 也分得很难看啦 如果真的是要分就是你也不要理他 他也不要理你 然后自然而然两人就断了 这个就是现在的分手方式 那如果是复合呢 如果你是现在想跟某人复合抽到这张牌 那是不要讲复合了 完全不需要想复合 也不会有人先提出复合的 嗯 所以这张牌的感情的状态是这样 那这张牌的那个 嗯 他的财务状况 他的财务状况就是其实 你有点感觉到你以前你很像完全不了解自己的财务状况 就像一个人坐在那边嘛 他有点懊悔嘛 他不知道自己杯中还有多少水 然后突然间发觉以前的那些问题都是被掩盖的 根本没有办法去 嗯 去搞清楚 所以你现在的财务策略就是要保守 千万不要随便去投资 然后那些大量标的的采购就不要出手 现在绝对不是出手去投资 去找标的的时候绝对不可能 现在真的不是一个好时机 那如果是学生的话就是 你现在的课业就是 其实你对你自己并没有那么的满意 然后学习上也没有什么行动力 就算你想要改善 但是你就一直觉得你自己很不足 然后很想要想办法去去尽力完成 嗯 可是你这个时候呢 应该就是要冷静一点 把自己的力量呢集中不要去分散了 如果分散的话 反而就是 嗯 会更累 就更看不清楚自己有哪一些不足的地方 所以如果你是学生的话 你觉得你现在表现平平的话 我建议你 你就去抓一个你有兴趣的门类的科目 就专心往那个门类去学习就对了 就其他的很杂的很磅礴的那些东西就先放下了 嗯 其他科的分数低一点没有关系 你现在你就是专心把一门 呃功课给搞好 这样就很不错了 然后你现在如果是学生的话 你跟老师跟同学的相处也都是一种 比较疏离的状态 然后彼此之间呢 呃人际关系都是有一点逃避的 也不太想打开心房真心做朋友的 就是您现在与老师同学的状态是很疏离的 呃这样也好啦 冷静一点安静一点 自个学自个的吧 其他的就不要去管了 那如果是家庭跟亲子的问题嘛 呃抽到这张牌沾家庭真的不是好牌哦 就是家庭内部严重矛盾对立哦 家庭当中的某一些人都各执己见 根本没有办法去妥协 然后一天到晚意气之争 呃跟长辈意见也不合 然后跟平辈之间防卫性也很强 然后跟晚辈呢 呃你对你的孩子如果是有孩子的话 就是你对你的孩子根本就不了解 你根本没有去理解他们 然后也没有时间去关心他们 整个就是很疏离 呃长辈的话就是长辈讲什么 其实你也不是很想接受 然后呃他的建议你也不是很想听 就是如果是家庭牌沾到这张牌 那真的是一个呃不是很好的 是一个相当疏离的状态 就是对于整个家庭的和睦维持 只是需要下一点功夫与努力的 嗯所以大体上就是这个样子了 这个就是抽到第一组排面的朋友的 他的呃工作啊感情啊呃财务啊学业 还有亲情的种种的上述的状况 提供给大家参考咯 那我们再来看抽到第二张牌的朋友 抽到第二张牌是 呃the lover牌就是爱人牌的逆味牌 呃我必须先说一下爱人牌通常是两个人 然后因为这一组牌的那个爱人牌是三个人 他是呃这个金伦塔罗他的特别的画法 所以呢他可能是呃对于听到这组牌的朋友 可能有一个特别的异味 就是嗯状况就是三人型的 而且他又是一个逆味 呃所以呢呃抽到这组爱人牌的呃朋友 可能您最近的呃情感的那些状况 确实呃嗯不太妙哦 呃那我还是一个一个讲就是 还是先从呃工作上开始说吧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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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抽到这个爱人牌逆味的最重要的原因就是 呃 呃 你有一点害怕为自己的人生负责 然后也不太愿意去承担那种报偿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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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之还是要先务实的选择 才会呃 呃 可以好好的去接受那个后果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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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好 proved 力 呃 ze 用 呃 呃 呃 世界上没有哪一个人可以真的给我们依靠 除了我们自己 这是难免有时候人脆弱的时候 就是会想要有依靠 可是重点还是自己心中的那一份自立自主 这个才是每一个灵魂最原始的 那个生存的动力的存在 所以这组The Lover如果他是逆位派 真的就是他在情感上他也常常觉得不满足 因为他常常他想要得到很多爱 但是他又觉得他得到的爱并不够 那如果是你的金钱方面呢 就是你常常你会做得很辛苦 可是你却没有办法得到一些很实际的利益 如果你又很不务实的话 那真的这样子就会很麻烦哦 所以呢你现在 你现在就是工作有可能会出现一些困难 还有甚至是有工作上的不当的诱惑跟陷阱 都是有可能的 因为这是三个人的这张牌 就是一不小心你就会犯下工作上的那种错误 而且是跟男女之间的错误有关哦 这时候真的要小心因为想要回头会来不及了 所以你现在就是要负起自己的责任 负起工作的责任 重点是负起自己的责任 自己的那一份独立那份自信要强强调出来 而且你抽到这个The Lover的反排的这个阶段的能量就是 你在工作中的人际关系就是大家都会把责任给推来推去 然后通常都嘛自己做自己的事情嘛 可是到最后也完全没有办法合作 然后你的上司跟朋友应该说上司跟同仁 他们是不可能帮你扛责任的 不要挖洞给你跳就很好了 然后那些事情的决策常常也改来改去 所以当你接到一些命令的时候 你最好先做个笔记 然后那个笔记就是你的证据 然后接下来你去做那件事情的时候 万一将来有所改变的 你也有那个证据去说明 说哎呀这个是你叫我做的哦 不是我自己非常强烈的主意大主大意去做的哦 绝对不是这个样子 是你叫我做的 总之呢就是你现在就是一个 没有办法去自我负责 跟对别人负责的能量 整个状态就是这样 那爱情上面真的是 就算两人的感情是很深的 可是也是有一些不满跟抱怨 就算他不是三人型 他是稳定的关系的话 就是这个阶段可能因为工作累积的情绪压力 就是有很多的不满跟抱怨 然后 The Lover抽到反排 又是三个人的 你千万要小心不要去当别人的第三者 然后别人的那些状况 别人追求你的时候 或者是你爱上别人的时候 你都要小心 不要太早去做决定哦 多一些观察会比较好 而且你这个时候你所爱到的人 基本上就会让你觉得说你都付出很多 可是你却没有办法得到收获 然后你可能会疯狂的去迷恋对方 甚至有一种迷失了自我的感觉 然后会觉得很挫折 所以 嗯 我不是很建议你这个时候把你的心思都放在感情上 因为这种关系往往就是很强烈的信吸引力 它是非常重要的一环 可是他那种强烈的彼此的需要 嗯 他也只是一种 一时之间的 嗯 因缘聚合吧 他没有办法很长久 然后只要有一点太过度了 将来都是还是要为这些事情去负责的 嗯 重点还是要把一些事情的责任给厘清 不要再去打迷糊仗 然后把问题拿出来谈清楚 才能够把那个难题给化解 然后 如果呢 你某些比较复杂的情感问题 你真的想解决了 你跟对方面对面的当面沟通是最好的 你沾到这个反排 千万不要用赖 去沟通 不要用WeChat去沟通 不要用那个什么scape 就不要去用那个网记的东西去沟通 或者是就讲话简洁一点 因为你这个时候的能量就是已经很混乱了 没有那么负责 你还用那种通讯软体去沟通 是讲不清楚的 所以 嗯 建议你就是这个时候还是 要么宁可就能处理 不要讲要么就是当面的好好的去把那些症结点去 两个人好好的理清 因为这些问题本来就是不好理清的 嗯 你再用那个通讯软体去理清真的是加重麻烦了 还有如果是分手的话嘛 就是你就表现你真实的自己 你就可以分手了 因为通常这种感情状态都有一点点没有那么真实 一旦你表现出真实的自己就可以分手了 或者是你看清楚真实的对方就也就可以分手了 没有什么问题 那复合的话 复合的话 基础可能不是很稳固 如果你抽到这张牌 复合的话也是因为欲望而复合 也不是因为爱而复合 所以你可能你要深思熟虑一下 嗯 财务方面的问题呢 就是 嗯 你现在如果面对一些比较重大的财务决定的话 还是有一些陷阱的 你还是不要 不要去动好了 因为你现在没有办法对自己负责的能量太高了 或者你去找 你真的可以去相信的 然后理财很好的一个人帮你 嗯 然后你现在的投资也是要保守 不能够高 嗯 不然你贪便宜 反而容易买到一些 就是比较没有好 那么好的标的 这样子 嗯 不不利于长 长期未来的状态 有一不小心 还是会有可能泄本无归的 就是不建议 那如果你是学生的话 你现在这个阶段 你所学习的东西一定就是 嗯 你觉得你每样都不会 你每样都不拿手 然后 你只能一步一步的去学 然后你只能 你少错一分就是一分啊 他没有办法说多么加分 就是少错一点就是一点吧 总之你如果学习是在这个 嗯 爱人排的反排的状态就是 很挫折的 你只能在那个过程中 慢慢的把一些东西给学会 而且这个时候的你跟老师 还有同学之间的相处的 情绪反应是很大的 嗯 这个时候你在学校请尽量不要去出风头 就是维持平平凡凡的生活 对你而言是最佳的策略 嗯 你跟同学老师就是和平相处 以不要以影响你的情绪为主 剩下的课业上就是 做一分是一分 其实如果学生抽到了Lover的反排的话 我是蛮建议他就 先调整好他自己的情绪就好了 他的课业 我觉得先放一放无所谓 因为他这个时候的情绪管理 是他此时此刻的生命学习的主軸 这是他学习的一门重要的功课 反倒那个分数 我就觉得在这个阶段 还好 不用太在意 那如果是问家庭的话呢 家庭的话就是 你现在家里会有一些 蛮奇奇怪怪的变化跟状态 然后需要整个家族去通力合作 才可以解决的 然后这个时候你的长辈 可能突然间就变得很像小孩一样 可能因为生病变得像小孩 可能因为突然之间不理智 变得像小孩 总之你现在的长辈突然之间 脑子就没有那么清楚 然后你的平辈之间就是可能 彼此之间也没有那么信任 也没有办法相信彼此之间的判断 然后跟晚辈之间就是跟你的孩子之间呢 就是基本上就比较好 关系还比较亲近一点 但是也很难就是有很主动的亲切的感觉 这个因为现在您的能量就是整体是对周围都是不负责的 或者是不知道该怎么选择的 因为The Lover 我最开始说过 The Lover 这张大牌的塔罗牌 最原始的牌译叫做选择 就是对自己人生负责的一个很重要的功课 在方方面面的选择 所以那我这张牌就讲到这个样子咯 祝福这一组的朋友 Namaste 我们来看抽到第三张那个 The High Prestige 那个女技师正位牌的朋友 最近的那个工作情感财务 还有家庭跟学习的状况是如何呢 因为您抽到的是女技师的正位 所以现在的你应该还是一个 有着丰富知识跟智慧的一个状态哦 你是一个有着直观直觉的状态的人 然后你可以去平衡二元对立 然后去朝着你要的那个目标前进 你现在想做的事情就是 把所有的事情都稳定下来 按部就班的去完成 所以女技师的正位牌真的是一个好牌 就是你可以运用你受过的教育 丰富的知识 去对所有事情保持一定的定见 然后虽然给人的感觉比较疏离于冷漠 然后也不太爱讲话 可是你就是有办法呢 去对一切的事情都有一定的观察跟学习 所以你可以把你分内的事情给做好 然后也是一个守得住秘密的人 那你的感情方面就是 虽然你是比较被动 就是现在的你就是 你一定是被动的一方 你绝对不是主动的一方 可是它是一个很稳定的阶段 尤其是两个人之间已经相处一段时间了 其实如果是相处很久的 爱人抽到女祭司牌 那是很好的牌 因为这个时候两个人都是冷静的 表面上看起来很像没什么感情冷冰冰的 其实不是 因为已经进入稳定期了 实际上是有很深的感情在的 那如果你是单身的话 就是你现在没有新恋情 你就休息一下 与其把你的心思去花在找对象上 你不如就利用一些时间去充实自己 因为你现在其实很适合一个人单独的生活 因为你的工作状态是稳定的能量 然后是没有那么积极的 是按部就班的 所以现在的能量其实单身是一个很好的 单身贵族的世界 因为你的人际关系在这段时间你也不需要互动太多 你只需要把你该做的那一部分做好 而且你可以很有耐心的去把那些需要万全准备的事情做好 很有耐心的把麻烦的事情给解决 很有耐心的去查阅所有的文件跟规定 现在的你是一个按照那个步骤去办事 然后把个人因素将最低 然后跟你身边的朋友也不要太亲近 然后就可以把工作做的一切都没有问题的人 所以你这个时候是一个 我觉得是单身贵族最好的状态 所以如果你现在是单身的话 你就自我充实就好 好好享受自己一个人的生活 没有必要谈感情 那如果是有爱人的话 也是两个人 我刚刚讲过了 两个人已经相处很久了 然后知道要怎么做了 知道要怎么互相配合了 那如果呢 是要分手的话呢 这张牌如果抽到这张牌要分手 就是你就不要理对方 对方就会跟你提分手了 嗯 如果你自己主动提反而没办法分手 女祭司牌就是你就很高冷 很冷冰冰的 不断的高冷 对方就会对你分手了 那如果是复合的话 嗯 其实如果抽到这张牌 女祭司牌 那是不可能复合了啦 很难啦 因为 因为他已经很疏离了 嗯 我觉得没有复合的可能欸 你就 嗯 保持你女祭司 优雅美好的 高冷生活就好了 然后你花一点时间 去返除 过往的那一段感情 对你的 一些正向的意义 然后用在你 往后的那个生命经验中 我觉得对你才是 更加有必要的 那如果是家庭的状态呢 就是 嗯 如果是已经有结婚 有家庭的话 那抽到女祭司牌是好的 就是整个家庭成员的 嗯 气氛是安静祥和的 然后长辈也是 嗯 很多就是你很尊敬的长辈 他们愿意教导你 然后你跟长辈也是亲近的 然后你跟平辈是 与世无争的 没有什么冲突 虽然感情比较淡 然后你跟晚辈的话嘛 就是你会很想要去好好的 在这段时间去教育你的孩子 可是因为女祭司的 树里的能量 所以你们彼此之间 也不会太过于亲近 所以现在这个时候 如果亲子牌沾到女祭司 就是你就耐心的 跟你的孩子沟通 不要操之过急 该讲的都跟他讲 这样就好了 然后他做不做 嗯 你就让他按部就班的去做 就够了 不需要去勉强他 也不需要去强迫他 这样就够了 那如果是财务状况呢 就是 基本上现在财务状况 应该是没有问题 是很稳定的 嗯 就保守一点 投资机会应该也 也不会太多 然后也不要太冲动 只要 合理的评估就好了 如果你是一个长期的投资者 你抽到女祭司牌 那你是好牌 如果你现在你是专业的投资者 那 你可以找得到你 长久以来最擅长 最安全的投资标的 嗯 如果你已经很习惯 一天到晚买土地啊 然后哪块涨 哪块不涨 如果你习惯啊 然后你现在 你说抽到女祭司牌 你就尽量还是 以你的专业知识 下去买卖吧 你依然还是会赚的 因为你的能量就是 你用你的智慧 去做你该做的事 因为那是你天生就会的 那如果是学业的话 如果是学生的话 尤其考试抽到 女祭司牌是好牌 你现在就是你认真学 一定有收获 而且你可以很认真的 很用心的去研究出 你懂的东西 你就把整个大段的时间 都摆在学习上 拼命读书 应该就可以考上 不错的考试 如果是沾考试的话 女祭司牌是好牌 而且女祭司牌代表说 你在考试的期间 你可以遇到 跟你气味相投的朋友 跟老师 虽然之间是有一定的距离 但是自己跟那些朋友 跟老师在组读书会的时候 是可以有一些 思想上的交流跟共识的 尤其会有一两个 比较知心的 两个人就好好的 互相鼓励把握 那这张牌对于 考试牌就是好牌 那今天就沾到这组了 这第三组我就讲解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的收听 Namaste Namaste TemoSauce 保健时的逆位牌 哦 第四组抽到保健时的逆位牌 第四张牌 抽到保健时的逆位牌的朋友呢 现在的这个时段 对你来讲呢 真的是身体的病痛啊 肉体的病痛啊 心理的灵魂的不平衡啊 很多很多都迎接来到你的生命当中哦 你这个时候呢 追求身心灵的平衡 才是你生命的健康之道 因为你现在 你整个状况就是 嗯 身心俱疲哦 因为 你在工作上 你可以说是没有发挥的空间 然后 你想要解决的工作困境 恐怕也很难 因为你这个时候 你顶多就是 抓住一个机会 看看可不可以全身而退 化危机为转机哦 嗯 然后人际关系上 你也很难去交到什么好的朋友 你顶多就是一个人默默的工作 嗯 就是 跟上司同仁的相处 你也就是 不要 不要被别人拖累 也不要拖累别人就好了 你就把自己做好就好了 那如果是说 嗯 感情的话就是你现在的感情并不快乐 嗯 没有办法满足你 然后 嗯 你还是不要改变了 因为现在这种能量 你去越变动 你的伤害就会越多 然后 新恋情呢 你新恋情现在也不要找 因为这个时间点 你也不会找到好的对象 你就再等一阵子吧 嗯 因为你现在的感情能量 是伤害多于快乐 对方其实也 也是 有心无力的 也不想要再下去了 就是很想要赶快结束 嗯 这段关系当中 也没有什么信息引力 然后 嗯 性生活绝对也不会有什么愉快的感觉的 嗯 至于要怎么化解争吵呢 就是 大部分的争吵 都是由于你们两个人的身心健康的不平衡所引起的 所以你们两个必须好好的各自的不要在那边吵 吵架那些黑白对错 那些都不重要了 重要是两个人先各自的好好的休息 嗯 不要再去造成伤害 然后各自去休养 才有可能走向和解跟愉快 那分手嘛 现在这个分手一定是痛苦的分手 那 如果你要分手 然后抽到这张牌 就是长痛不如短痛很痛苦的把它分手了 嗯 嗯 就是你自己主动的 你就提出这个慧剑斩情丝把它分手了 因为上面已经三个剑插在你身上了 对啊 如果你现在要分手就是很痛苦的赶快分手吧 复合的话不要复合了 因为复合只会对你造就更大的伤害 嗯 所以现在沾到这张牌的能量真的就是 嗯 比较虚弱一点啊 如果是家庭的话就是 呃 你必须先把你自己的身体 身心先顾好 你才有能力去照顾你的家人 嗯 因为你现在你的能量很容易让长辈伤心 让平辈觉得你很强势 让晚辈觉得 嗯 你一直给他啰嗦 然后现在即便是晚辈 现在如果晚辈子女的教育 他都不听你的是很正常的 因为你的能量是保健食 就是你的子女一定是 三把刀插在你的身上充满着忤逆的 是非常痛苦的一件事 所以 嗯 真的 现在的状态 如果是你的子女都不听你的话 嗯 没错 能量就是这样 那你就放下 嗯 儿孙自由 儿孙福 先不要理他 他爱怎么样就怎么样 那 如果是问财务状况的话 就是 呃 有一点危险 外强中感 要赶快的小心自己的财务状况 嗯 投资的话也是先不要 大量的采购标的也是先不要 因为现在这个时节是很不适合的 那如果是学业状态的话 学生抽到这张牌 抽到这张牌的话 就是 呃 这时候的表现呢 也没有很好 就是你可能曾经的表现不错吧 然后你现在的表现有一点让老师跟同学失望了 嗯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好的试炼 所以如果是学生抽到保健时的逆位牌 我不介意他去在意他的分数的起跟落 我建议他在这个分数的起跟落之间呢 去好好的让自己保持一个幸福快乐的平和心境 这才是最重要的课题 因为你现在的能量就是 你的老师同学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会互相刺伤跟伤害的能量 所以呢 你一定要把这份能量给抚平 这才是你重要的学习的 呃 一个关键点 至于你的分数呢 人家一定会说为什么你以前考 那么好 你现在考那么烂啊 还是 或者是你以前考很烂 为什么现在考那么好 然后嫉妒你啊 呃 我觉得那个分数在此时此刻都是小事了 不是大事 大事是 你怎么在你的同人跟同僚跟同学之间 你依然觉得每天很快乐 这个才是呃 你现阶段的生活大事 你依然在一个不受所有呃 能量影响的状态之下 去保持你的学习的中庸之道 我觉得这个就是在此时此阶段的学生呢 最大的考验 而且如果你能够通过这场学习的试炼 我觉得对你将来的人生是相当有帮助的 那这一组牌 我就讲到这里咯 感谢大家的收听 Namaste 下回见咯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